Hello大家好我是Terry 相信有關注我頻道的網友應該知道 我自己也算是比特幣的信仰者 我覺得比特幣是屬於這個時代 對抗通脹一個非常獨特很特別的一個新興資產類別 那講到對抗通脹呢 大家應該都會想到黃金 也有很多人拿黃金跟比特幣去做比較 因為我自己對黃金的了解比較片面 所以今天這集影片呢 有機會跟Decore Global的首席策略分析師 Starshan來聊一下黃金 那也感謝他們贊助今天這集影片 大家都說這次黃金的這個漲幅趨勢特別的強 那Stars的話以你的經驗來看 跟以往有種不同 其實我們歷史上角度來看的話 黃金歷史上是經歷了三輪比較大幅的增長了 那第一輪的話是在上世紀的70年代 1970年到1980年那個時間 第二輪的話呢 就是本世紀初到2012年左右 經歷了大概10到12年的增長 那最後呢 就是我們現在正在經歷的這個階段 其實雖然大家覺得最近黃金漲了很多 但其實這一輪增長是從2018年就已經開始了 這一輪我們說它的暴漲和以往有哪些不同的話 我們就是可以去對比一下 這每一輪的暴漲 它給我們的這個金融市場帶來了哪些不同 或者說它背後的原因有什麼不同 那比如說我們看到的這個第一輪黃金的這個暴漲 它最後帶來的就是整個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一個崩塌 那麼第二輪它其實是因為美國的互聯網的這個泡沫破滅 以及這個911事件的共振 那麼美國的失業率呢 一度是到達了一個6% 那這個時候美聯儲被迫的做了一個降息的措施 導致美元的指數大跌了三成 那美元指數大跌又發了這個黃金的上漲 那到了04年之後呢 雖然美國控制住了這個失業率的問題 但是呢它放水導致的這個通貨膨脹的問題就出現了 所以黃金在那個時候就繼續的漲 那麼到了08年大家都知道發生了非常嚴重的這個金融危機 在美國它其實是次貸危機引起的 那這個時候呢美聯儲又被迫大放水 就把這個黃金又往上抬了 所以這一輪呢是從2000年初到2012年 經歷了一個長達12年的一波黃金的上漲 那麼目前我們身處於的這個 也就是說第三波的上漲呢 其實它是從2018年開始的 當時呢市場預期美國要開始新一輪的貨幣的這個寬鬆周期 那20年新冠疫情爆發之後呢 美聯儲被迫去做一個大放水的政策 那從18年到現在其實我們會發現美債 它收益率不斷地下降 但黃金的價格其實從18年到現在的話 其實已經快翻倍了 其實到2400以上的時候它已經翻倍了 那麼最近呢又因為這個地緣政治的影響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加沙地區的衝突這些 那導致黃金受到了刺激之後呢 在最近幾個月出現了這種暴漲的態勢 所以我認為他們背後的成因會有比較大的 這種相互之間的一些不同點吧 黃金的價格通常它不同像您剛才講的 是很多種各種不同因素造成的 對不對 通貨膨脹的利率政策 還有地緣政治的風險 那您覺得就是接下來 比如說過去的這個三個月 除了這個地緣政治的風險之外 還有什麼是最近對黃金價格的因素 其實我們很多人很直觀的感覺是哪裏打仗了 哪裏出現了一些政治問題 黃金就會往上漲 但其實我認為它更多的可能是一種刺激性的因素 或者是導火線的因素 還有一些比較根本性的原因是支持本輪黃金去上漲的 那第一個就是說我們都很清楚的這個通貨膨脹 我們在這個馬克思的這個資本論里面 他曾經講過說貨幣天然是經營 但經營天然不是貨幣這句話 他的意思就是說呢 我們人們在對抗這個通貨膨脹產生的時候 黃金會是我首選的一個避險的資產 那我們看一下 就是說當通貨膨脹率上升的時候 黃金價格上漲 它是為什麼原因導致的呢 通膨貨幣它本身的投資價值就下降了 但黃金本身它作為避險資產 它的價值還是放在那裡 它是一個硬通貨嘛 新冠疫情導致全球經濟衰退之後 各國的這個央行的都是放水的政策嘛 貨幣出現了超發貶值這種現象 引發了這個通貨膨脹 另外一個我覺得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我們可以去對比一下 美國的歷史上的這個通貨膨脹的情況 和這個黃金金價的一個走勢 我們就不能看出這個美國的CPI數據 和黃金的價格是成一個正比關係 所以我認為第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這個通貨膨脹 那麼第二個點我們需要講到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是處於一個美聯儲的 未來的一個降息預期之中 其實目前我們依然認為 美金和黃金屬於一個儲備資產的一個地位 兩者之間其實是存在的一種替代的效應 因為本身我們存儲黃金其實是不會產生利息的 但是我們比如說買美元美債的時候 它其實會有一個利息的存在 那麼隨著美聯儲的利率的波動 比如說美聯儲的基準利率提升了 這個時候我去購買美元的時候 我的回報就會更高一點 那自然我投資黃金的機會成本就更高了 這個時候黃金上漲會比較難 那隨著這個基準利率的降低 美元的投資收益它也會降低 這個時候我投資黃金的機會成本就更低了 那它就會去推動黃金價格的上漲 那大家都知道我們不管是投資也好 還是金融市場也好 大家跑的都是一個預期嘛 所以雖然美聯儲的降息政策還沒有落地 但是此輪的上漲我認為 它已經是考慮到了美聯儲未來降息的這樣一個預期 那麼最後你 對它其實很多的這個各國也好 或者是這個參與者也好 都已經在為未來美聯儲的降息在佈局了 那麼最後一點就是剛剛我們 或者說大家可能更加的感受到的 這種地緣正值對於黃金價格波動的影響 比如說舉個例子 上個月的這個16號 以色列宣布要對伊朗做一個反擊 它這個消息一宣布之後 黃金本來是在一輪回調當中的 突然就有一個巨幅的拉伸 其實從俄乌戰爭開始到這個 我們現在中東的衝突 黃金的價格不斷的上升 各國的央行它也是不斷的在加大自己對於黃金的儲備 比如說我們拿這個中國的央行儲備來說 2月份是7258萬盎司 3月末一個月提升到了7274萬 那中國政府已經是連續17個月 在增加自己對於黃金的儲備了 現在其實很多個人包括企業 他也在買黃金投資黃金 所以大家對於黃金的這個需求的提升 也是不斷的在推動黃金價格的這樣的一個上漲 在全球經濟不穩的情況下 黃金它是屬於一個避險資產 很多企業或者說國家都已經開始在增加這個黃金儲備了 在自己的融資策略上面 就比如說像我自己 我要去分散我的投資風險 你如何考慮說把黃金價格跟其他資產之間的相關性去考慮進去 其實我們知道就是全球各種類別的這種資產之間 它的相關性是比較高的 那比如說我們平時投資證券的話 我們可能認為它是一種風險性的投資 但投資黃金的話 我們可能認為它是在投資這個避險資產 但是綜合近幾年的市場的走勢來看 我們可以說由於各國央行它放水 所造成的這種尾部效應 現在證券市場和黃金的市場 其實過去幾年都是雙雙在創新高的 未來的話我們可能剛剛講了美聯儲的降息 這種發生之後 我們又會處於一種相對來說 低利率的這種常態背景 所以我認為各類資產的價格 還會繼續的去上升 當然我們可能會面臨的風險 就是說這種經濟的泡沫 如果會出現破裂的話 那可能會對市場帶來比較災難性的打擊 所以我個人認為從投資的角度來說 一方面它會是一個比較長期的行為 它不是說我投了之後 短期內需要收到回報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還是要在這種各個類別的資產中 去做好一個優質資產的一個篩選 這樣才能夠很好的 在這一輪經濟不穩定的情況下 能夠保證自己在投資上面 獲得穩定的收益 很多人都說加密貨幣 數字貨幣 Crypto 它是類似新一代的新的資產類別 取代黃金 沒錯 甚至比黃金還要更有發展的潛力 甚至就是很多人覺得說 它跟黃金是一個直接的競爭對手 這種看法 您是如何考慮說 這個競爭對手 在這樣的情況下 它會對投資者投資組合有什麼改變嗎 其實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大家最近都能觀察到 就是黃金漲的時候比特幣也在漲 對吧 其實黃金和數字貨幣它們之間 它會有一些相似性 比如說它們的供應量都是非常有限的 且現在很多人都是把它們當作 法幣的替代品在使用嘛 那當然的話 黃金和這個數字貨幣之間也有一些不同 比如黃金本身它自己也是一種消費品 那就像你剛剛說的就近年來 數字貨幣是越來越受到這個投資人的關注 以及也受到大眾的一個接受度也會越來越高 那比如說最近這個很多數字貨幣ETF的發行 我覺得都是它在整個金融市場 它的影響力不斷擴展的一種體現 那雖然就像你剛剛講的 它的新企在一定的程度上會攤薄黃金的這個份額 但是的話我認為短期之內 它還不能完全期待黃金的這種避險的属性 我們依然還是想把它歸納在一個風險資產 這樣的一個範疇裡面 我覺得從這個了解投資市場 或者是分散我們的這個資產的這個風險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現在每一個投資人都應該去關注 或者說了解我們這個數字貨幣 新的這個金融市場的一個發展 然後呢來看一下自己的這個投資風險偏好來說 數字貨幣是不是適合自己投資組合的一個部分 那以現在這個大環境來看 接下來的比如說一到三年或三到五年 您會怎麼去推薦用戶去投資 有沒有什麼特別推薦的交易策略呢 因為我們這個頻道很多的這種觀眾 他們依然就是普通的投資者 或者我們說散戶嘛 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在你做每一筆交易的時候 要非常清楚自己在什麼地方進入這個市場 哪裡是我的最大的這個止盈點 哪裡是我最大的止損點 然後呢要嚴格的按照自己的這個交易計劃去執行自己的交易 那只有把這個風險去控制好了之後 我們才能夠實現一個穩定的盈利 當然了我覺得我剛剛講的這些對於很多的普通的投資者來說 在這個交易當中去有這樣一套系統性的計劃 其實本身是非常難的啊 所以我另外一個建議就是 我覺得大家可以來試試我們這個DECODE的交易策略 因為我們這個策略呢 是根據集團過去20年積累的這個投資經驗 以及超過50萬用戶的反饋去提電而來的 這一套策略呢考慮到了技術指標 比如說前高 阻力位 支撐位 形態突破 趨勢方向等等 那也融合了我們集團20年來的在投資領域的經驗 通過我們整理出來的石盤的操作數據來看呢 在過去的20年裡面 我們的這套投資策略的成功率是接近80%的 另外呢這套投資策略也覆蓋到了黃金的投資 且它的勝率呢也是不遑多讓的啊 所以呢我們從這個5月20號開始啊 我們也是平台上面推出了這個感恩老用戶 歡迎新用戶的這個最高1萬美金的這個用戶體驗金的活動 那在我們的這個DECODEX平台上面進行交易開倉 如果你按照我們的這個策略去做一個操作和交易的話 最多預計7天的收益率可以最高達到7% 而且完成了我們活動的這個任務之後呢 用戶也可以直接把這個體驗金所帶來的利潤 甚至是體驗金本身去完全做一個提現 對於一些投資新手而言 你會推薦他們使用什麼樣的工具 或者說產品去分析和進行投資呢 其實我覺得對於這個投資新手來說 他其實成長他也是有一個路徑的 我覺得在第一個階段剛開始你邁入這個市場的時候 首先要做的就是少做多看啊 就是你多去學習一下別人是怎麼交易的 在這個第二個階段里呢 你可以在一個模擬交易的環境下面去自己嘗試做一些交易 在這個模擬交易的環境下呢 不管是K線也好啊報價也好啊 它都跟真實的數字都是一樣的了啊 那麼經歷了模擬交易的考驗之後 我覺得最後我們的投資者才可以嘗試用小資金量 在這個石盤裡面去進行交易 從而體會到真實的這個盈亏的波動 對自己交易心態的一個影響和考驗 逐步我們可以擴大自己的這個投資量 然後慢慢的參與到我們這個市場 當然了我前面講的這種學習的路徑和模式 包括最後自己來做石盤交易這件事情 往往是比較花費時間和精力的 所以呢現在我們的這個市場上面 還衍生出來了一種投資新手 可以去嘗試的新的產品 就叫做跟單交易啊 跟單交易本質上就是你選擇 你覺得可靠的交易員來複製他的交易訂單啊 從形式上來說 他有一點像我們基金的投資 就是你出錢讓別人來幫你進行交易 你只需要分這個利潤的一小部分 給到對應的交易員 你自己還是可以保留大部分的這個利潤 那目前的話呢 我們這個Decode EX 平台上面 也有類似的跟單交易的產品 並且現在平台上面已經有超過50位 專業的交易員入住了 在我們的這個跟單界面上呢 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個信號交易員的 實時持倉 歷史交易紀錄 資金量的大小 歷史回報率 還有跟單人數等等關鍵的數據啊 那最後呢 我也想補充於就是我們所有人在投資的時候 其實最最關注的是資金安全的問題 那我們Decode的在這一點上面 一目前也是處於行業領先的地位的啊 我們呢 受到了澳大利亞證券和投資委員會 ASEC 然後瓦努阿圖金融服務委員會 VFFC 包括美國的金融犯罪執法局等 很多這個當局的監管 也拿到了相應的牌照 所以大家的每一筆投資交易 都會受到嚴格的監管以及保障啊 所以請大家放心的使用我們的平台和產品 最後呢也非常歡迎大家來體驗我們Decode EX 平台 好的啦 謝謝STAR OK 最後呢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體驗一下Decode EX 這個體驗金呢 目前有三個時間階段 第一個就是從5月20號到5月28號 就是領取體驗金的時間 然後接下來的7天呢 到6月4號為止 可以用這個體驗金去體驗他們的策略交易 之後接下來的7天可以去完成任務 提領相關的獎勵 那也感謝他們贊助兼這集影片 最後呢我需要澄清一下 任何投資都有風險 我自己並沒有使用Decode EX 的平台 今天這集影片也不是投資跟開戶建議 影片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黃金在金融市場的作用 以便在不同的宏觀經濟下 可以調整你自己的投資策略 那我們下次見囉